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一个超跑梦 无论是孩童时期 沉迷于谭拉风的造型不能自拔 还是长大后将其归为成功的标配 但如同世间万物都有另一面一样 看似光鲜亮丽的他 其实也有很多 让人难以接受的缺点与劣势 小编今天要给大家说的就是开超跑的烦恼 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个男人心中都有一个超跑梦 这个烦恼其实不简简单单 只存在于超跑的烦恼 其实也是咱们爱车一族的烦恼 你知道吗 当你有的时候出去吃饭 去的地方没有一个合理的车位 一些能保证你爱车安全的车位的时候 你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被迫停在大马路边上 可以说是扔在马路边了 这个时候会不会来孩子把我车划了 又来一个老大妈没事摸摸 这都是爱车一族拥有都不放心的地方 第二种情况就是给人出婚车 当你辛辛苦苦挣了一台超跑的时候 总算是在身边朋友上 亲戚朋友上 要舞扬威一下了 可是这时候所有人舔着脸 连你打电话说咱都是朋友 你给我出个婚车 但他的亲戚朋友 总是能提出一个无理的要求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 我已经给你出完了 但是有些习俗不能有空车 就一点不认识的陌生人往你的超跑里坐 平时如果你拥有一台超跑 是一个比较难受点 平时洗个车收费极高 其实也能理解 这种普通轿车和跑车之间 洗车的这个差价 大家都知道超跑它基本都是整体的车身 如果说你不不小心撞了 基本上它就是碎了 所以平时开车一定要把控好这个东西 而且超跑这个东西非常烧钱 后期费用不低 一旦坏了维修困难 平时过个坎啊 减速带进个地库是最小心最头疼的问题了